力汉运动 小朋友,你最喜欢运动会里的哪个项目呢? 你知道赛跑时速度跟最后跑出来的成绩有什么关联呢? 力气大小跟你推牵球的距离又有什么关系呢? 耶,哈哈,今天是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,我已经期待这天好久了! 昨天晚上,我还高兴得睡不着觉呢! 是啊,我也好兴奋哦! 跑场上已经有人开始队比赛了,我们快点过去看一看吧! 哎,婷婷,那个最打躲避球的,不是你狗哥安安吗? 唉,我本来不想承认的了,好吧,他是我哥了! 你为什么不想承认呢? 啊,我觉得他好帅耶! 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... 你少花痴了啦,我哥他已经有女朋友了! 而且啊,你相信我,你不会想要跟没有脑袋的人在一起的哦! 嗯? 哇,你哥好厉害哦! 你跟他每次丢出去的球,都又快又猛! 被瞄准的人,往往都来不及闪,就被打得东倒西歪了耶! 我看啊,他们班级,应该我拿冠军的哦! 哈哈哈哈,我哥就是在运动方面很擅长,不仅运动神经好,力气又很大,每次跟他比赛万力,动不到一秒钟就被他摆平了,真是不甘心! 男生力气一定比较大的啊! 上上菜老师,带我们去西边烤肉,我跟小齐比赛丢小石子,小齐轻轻一丢石子,就越过西了,可是我使劲累气,小石子还是都落水! 我看啊,小齐可以代表我们去参加推签球比赛,他力气看起来很大,丢东西都超远的! 哦呵呵,你刚刚过来就听到你们在说我,走吧,老师叫我们去集合准备赛跑了! 啊,好累哦,没有想到跑一百公尺这么累,我弄一半,我差点就跌倒了呢! 是啊,我本来以为啊,很快就结束了,没有想到跑二十秒好像跑了一个小时一样! 嗯,你们还好呢,尝一尝,我一尝反应不过来,结果跑了个最后一名,嗯,好丢脸哦! 呵呵,我看啊,你一定还是沉浸在刚刚看我拖打球的样子里,所以才会忘了起跑了,哎哟,哪有啊! 哦,没有没有,我们一起去福利社吧,运动完要补充水分呢!